第幾天 夢想天文是秋 全能事務所 十年前這個台塑金營之神 王詠慶過世 過世的時候 台塑寺寶的一個股價 是全面的重挫 十年之後的話 我們再重新來看台塑寺寶 它的股價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待會兒我們要詳細來解析 另外這個金營之神 已經離開了10年 但是他的錢還是沒有理清楚 張子王文堯現在當起的航海王 到處尋寶 到底能不能找到這個在海外的寶藏呢 我們今天好好來跟大家說清楚了 現在歡迎今天節目來賓 歡迎您到的是我們台塑總部的都更小地主 柯博義 柯淡樹 你好 以及財經專家蔡明璋 以及資深媒體人陳高超 還有財經專家周敏寬 好 首先我們趕快帶所有的觀眾朋友們來看一下 台塑市寶的一個股價的一個變化 台塑的市值呢 現在已經來到了6556億 那仔細給所有的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這個台塑的一個淨利 2008年的時候呢 淨利在一個低檔的一個位置 但是呢到了今年的時候呢 他的淨利已經來到了4000億 其實現在台塑集團的營收 並沒有超過呢 王永慶試試2008年的水準 但是獲率比他高 那為什麼呢 除了油價呢 這個走高以外 台塑集團的管理 這個非常厲害 這個非常厲害 所以獲利一直啊 在創新高 股價 小股東喔 這10年來 假如爆老的話 真的是大豐收 除了南亞以外 就是台塑 台化 台塑石化 這三家 在這一波高點的股價 都改起了歷史的清高 但是呢 台塑集團 他們的總市值到底有多少 其實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因為呢 他很大的一部分的錢的話呢 其實在海外的投資上面 尤其是王文陽 王文陽的話呢 這個苦追了10年的話呢 都還沒有搞清楚說 他爸爸到底有多少錢 是 沒錯 有人說呢 這個台塑集團到現在市值 這樣子一直營利 一直往上衝 雖然他的這個營業額 其實是有變化的 不過營利一直衝 除了給這個 除了是因為經營之神 王永慶給了台塑集團 這樣的禮物之外呢 他其實最疼愛的 還是長子王文陽 對不對 他偷偷留給他三樣寶物 對 剛剛提到的重點就是說 到底台塑現在總市值之外 海外 有多少價值的資產 是個名 據我了解 大概 接近台幣一兆 一兆 一兆 這個一兆是還沒有追回來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分析說 海外的這種七家八家的 所謂財務顧問 但是王永慶過世之後 這海外的一兆現在是沉迷 可是當初的時候 我看王永慶最愛誰 最疼誰 但是四次前 雖然他跟這個王文陽 彼此冰封已經好幾十年了 但是後來他還是給他三大禮物 所以在王永慶過世十四年 十年周年之後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過去第一個禮物給他 第一個就是第一個 他告訴王文陽說 我基本上王永慶還沒有跟什麼 大房 就是我的太太王郭月蘭離婚 所以這個部分留下一個禮物是說 這個禮物是在很大的禮物 因為郭月蘭 王郭月蘭持有台塑股票 大概是26萬多張 整個台塑三保26萬多張 所以如果他是沒有離婚 那就是他的法定什麼 配偶 所以法定配偶裡面 這裡面 王永慶的身份證後面 還是王郭月蘭 但是王郭月蘭是 跟王文陽什麼關係 王郭月蘭當然是 把王文陽當成我子 我的小孩 都是王文陽照顧我的 所以這個禮物 基本上他有二分之一的 所謂的財產權的話 那等於是管理人就是誰 就是王文陽 所以第一個禮物 就送他一個什麼 沒有離婚 那這個沒有離婚 當然這個裡面有個插曲在 那李寶柱說 我也是一個合法配偶 所以這個就進入到 他的這個 所謂的財產的紛爭 那第二個禮物 就是王永慶 並過世之後 並沒有立下任何文字上的遺囑 也沒有法律依據 那為什麼沒有遺囑 他也覺得說 我就不要下遺囑 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大房 二房 三房 你不用多分 那個時候想說 乾脆就由他們 整個集團裡面來做運作 他沒有下任何遺囑 所以也沒有指定誰 按照過去的分析來講 王永慶在過去世事的十年 幾十幾年都是李寶柱在照顧 如果這樣的話 他下遺囑 應該是李寶柱最有 這個是隱密 他沒有下遺囑 第三個就是密招 之前我一個過世的好朋友 王笨胡他就提到說 王永慶過世之後 竟然留下一個密招 這個密招到底有沒有寫什麼文字 至今沒有人知道 但是聽說有寫幾個字 有簽名 但是我得到的訊息是說 那個時候王永慶在過世之前 曾經當面跟王文洋表示說 我們有一個另外一個 你有另外一個兄弟 就是羅 漂亮 羅文元 然後王永慶那時候 有把王文洋叫到面前說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 他就用台語講 這個就是羅文元是我們自己的 後來王文洋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曾經有支付一些錢給羅文元 因為羅文元是 他媽媽很特殊 他媽媽是替什麼 目前很少人知道 替王永慶做社長 做社長 他是一個裁縫師 做到鋼琴 對 做鋼琴 你知道王永慶的社長 不是一般人能夠 因為他是有節儉 但是他是社長做的樣式 只有林明珠知道 林明珠就是羅文元的媽媽 最早在高雄 那林明珠大概這個 大概十七八歲 就跟王永慶在一起 所以做社長做到談戀愛 所以初來才有所謂的羅文元 那個參議員有很多 有講說是護士之類的 護士是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 對不起 所以這個密招 所以這個密招 是關於他在外子女的 這位是裁縫師 是嗎 所以我所了解是 替做社長 那你講護士 護士有兩種傳言 有一個是說 替晚年替照顧王永慶的 那個護士聽說也是 那目前為止 那個有聲 那個沒有聲 沒有聲 羅文元其實都要檢查 看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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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我一直覺得 那時候傳出來的訊息是說 其實那個四房林明珠會離開 這個王永慶是 基本上是有一些原因在 那這些原因在是說 等於說他後來就自己 就退出來了 整個王家就由三娘來主導 是 所以這個狀況呢 其實有點像我們之前很夯的那個劇 沿襲攻略裡面 令妃在幫皇帝量衣服 量出感情來的那個味道 因為他是那個裁縫師 因為裁縫師的關係 不過說實在的 那個三道密罩裡面的話 其實對王文陽都是比較有利的 尤其是大房這一邊 那大房這一邊的話 確定他的一個親屬關係的時候 其實大房這邊所能夠分到的 一個財產的話 他就會比較多 那直接就會屬於這個王文陽的 不過呢 現在又傳出來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王文陽會跟這個李安妮 分手的一個原因的話 就在於這個財產的分配上面 對 菁姐 看到這個消息 真的對不公堂 真的是難堪 那去年9月聽說王文陽跟李安妮 還有王權利 那聚餐之後 就王文陽就見不到自己 這個最喜歡的這個兒子 然後打電話 用臉書 甚至IG都聯絡不到 失去的聯繫 所以王文陽就說 李安妮 是不是控制了王權利的一個行動 不讓父子見面 對 然後王文陽也幫這個兒子 找了一個英國的一個學校 你應該去讀書了對不對 對 但是沒去啦 沒去讀啦 所以黃害到王權利的一個受教權 結果王文陽居然向李安妮提告 黃害自由侵害王權利的受教權 那健康傳訊的時候 這個王文陽沒有親自到 但是李安妮跟王權利 王權利是用證的 然後王權利說 沒有啊沒有媽媽沒有 控制我的黃害我的這個自由 那現在這個民事 這個部分把它撤掉 也就是說雙方打寵了共事 這個王權利 將會到這個英國去讀書 是 可是很奇怪 這次王權利出來作證之後 大家還發現 其實他名字改字了 雖然英一樣 但是權利 權利就是權字被 變成是權序部的權 然後獎利的利 他本來的權的話 是跟王權人的權一樣的 就是備份是一樣的 那現在改名字了 高超為什麼會改 這樣為什麼會改 為了切割嗎 因為王權那個權 是他們祖父裡面 備份 其實他們有這個 王家的祖父裡面就是 這一代就叫權 就是詠權的權 但是如果改的話就是 意思說李安妮認為 他的小孩應該有自己的名字 因為李安妮已經跟他分道揚鑣了 所以他不希望有這個權字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當初的一個財產 分配裡面的話 這個王文陽的話 獨候他的女兒王思涵 對 難道這個是導火線嗎 大家來比較看看 2011年這個王文陽 不是大媽媽 王越南的遺產 他去進行分配 那時候大部分都是台塑集團的股票 價值170億 大概把9成150億把整個分配出來 結果沒想到王思涵 他最喜歡的女兒獲得了150億 170億裡面150億 大概9成都她了 結果王權利跟李安妮 母子才拿到6億 難道這個是導火線嗎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王文陽最喜歡的小孩 就是王思涵 他們說從小的話 婦女就會溝通心事 我們來看一個 那時候王文陽出來 自立門戶成立紅人企業集團 但是你看他的英文字 這個公司叫Grace THW 這個Grace就是王思涵的名字 最愛你愛到這樣 對不對 創立公司還用女兒的名字 命名 然後你看 一起去聽音樂會 對不對 然後牽手逛街 真的是上輩子情人 對 女兒是爸爸的上輩子情人 然後他說一個逛街 是一個禮拜逛兩次 是 然後因為女兒是讀經紀人 其實她是遺傳她媽媽 喜歡那種設計 王文陽買那個義之宴 那個豪宅 一整棟的樓中樓 他還餵他吃東西 你看這王文陽 餵女兒吃的 好貼心的爸爸 很疼很疼 而且現在什麼 王思涵不是婚變嗎 對 也傳出一個消息 希望把外孫 已經變成內孫了 怎麼變 對 改姓了 就是剛剛那個改姓 這個改姓有 改姓有 這個已經 那個對方已經拿到一億 本來是要七億八億的 後來這個王思涵那邊的那個 就是他情夫 後來是只有拿到一億 然後拿到一億 剛剛蔡總隊講得沒錯 王文陽希望把他變內孫 希望改名字 這個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進行當中 所以有可能真的 會把它改成功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對這個王權力 王文陽也很喜歡 你看 他喜歡拉這個小提琴 那個王月然的那個紀念會的時候 李安寧弄一個光碟 這個王權力出來 就拉那個小提琴 那小提琴 好 來 你啊 世界三大名琴 160萬美金 價值台幣5000萬 這一把琴就買給他 然後他學琴不到兩年 聽說他是神童級的天才 對 八級的檢定 還跑到那個 跟許文龍 奇美實驗 他不是有一個博物館嗎 專門蒐集世界的民情 兩個被混差那麼多 這個王權力跟許文龍一起拉琴 許文龍跟他講說 以後你喜歡拉哪一個琴 你就跟我講 結果有一次 王權力跟王文陽說 爸爸我看了一把琴 爸爸說多少錢 台幣24億 24億 24億 所以那個 買了嗎 王文陽說爸爸買不起 嚇一跳 嚇一跳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他獨到的眼光 他眼光很好 對啊 所以都喜歡 愛兒子愛你都花這樣 然後現在幫王權力說 英國的倫敦協議 你去讀 一年的協會 大概將近百萬的台幣 是 好 這個王權力的話 是這個王文陽跟呂安妮 所生的一個唯一的兒子 但是我問一下這個敏寬 其實當初的話 王文陽為了呂安妮 還放棄了整個江山 那棄得王永青是費力太子 把他趕出了這個台塑的一個大門裡面 怎麼現在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情形 王文陽董事長其實在民國64年的時候 就跟原配陳靜雯女士結婚 他們最早結婚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王文陽 其實她在英國的時候 就一直在追陳靜雯小姐 然後回來之後她爸爸看 這女孩子不錯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仔細去觀察 陳靜雯小姐她在年輕的時候 真的是也就秀壞會中 完全就是那種有錢人家裡媳婦那個樣子 氣質 回到台灣之後兩個夫妻一起到美國 民國64年開始 一直在美國奮鬥了十多年 奮鬥十多年的一個過程當中 民國69年 那個長子就出生了 後面王思涵小姐也就出生 所以陳靜雯小姐她是 最早兩個小孩的媽媽 可是這件事情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民國84年 民國84年王文陽先生 他去台大EMBA教課 EMBA教課這一教課 那時候女安妮小姐是那時候的學生 兩個人一看 天雷溝動地火了 這件事情後面 其實大家看新聞也都知道 可是這件事情後面就回去 傳到了王永慶董事長的耳朵裡面 王永慶董事長她已經 我們兒子已經在家 有太太 有正公夫人 也生了兩個小孩 外面又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那後面要怎麼辦 想啊想啊想 那個時候王文陽董事長 其實在台塑裡面 自己還有辦公室 自己也還有辦公桌 後來王永慶先生 他就有一天 他就找了太子紹寶 這個太子紹寶叫做吳清仁先生 這個吳清仁就是王文陽的老師 台塑集團當中所有的事情 都是吳清仁先生去教王文陽 也就是說吳清仁他就是 王永慶親自指派 你要去教我的兒子 把我整個企業的這個大帝國 全部都了解 有一天 董作王永慶他就叫吳清仁先生進來 然後就拿給他一件東西 就一個小小的信封 一個小小的信封上面 結果裡面寫什麼 很簡單 裡面就是一張名片 這張名片上面 是王永慶董事長的名片 後面打開來兩個字免職 這個免職就拿著 過了幾天 吳清仁他就親自的去看王文陽 然後就說 你的爸爸叫我把這個拿給你 然後王文陽把這個信封打開來 看到爸爸的名片 後面一看 你去想 你那個爸爸的字你總是認得嘛 上面就寫了免職 那寫了免職之後 整個王文陽他就 他就整個辦公室也都不去了 這件事情其實最後是有吹喬的 什麼叫有吹喬 因為王永慶先生那時候還在氣頭上 還在氣頭上的時候他是寫免職 可是後面他的叔叔王永在 跟吳清仁兩個人還去立保 跟他說 不要啦 那是你的情侯心這樣 你就把他給免職了 這樣真的好嗎 後面他就改成所謂的內部 出了所謂的報告 所以那時候是由 整個台塑的總經理出來說 王文陽先生 王文陽協理在外面 包括呂安妮小姐這件事情 對社會形象可能不太好 所以短線先離開一年 那這其實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路下來的話 其實王文陽裡面的話 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這王文陽的一個角色的話 要從哪邊開始說起 要從遺產裡面開始說起 從王永慶過世的那一刻開始的話 其實王家就出現了 不少的遺產的一個紛爭裡面 其中還包含了最近前不久 在今年年初的左右的一個時間 出現了一份這個天堂文件 那麼天堂文件裡面 還特別指出了王家在海外的資產 這個海外的資產的話 大到你無法想像 甚至搞不好換算下來的話 比高超講的那個一兆的 海外的一個資產 還要更來得高 因為王永慶跟王永在 在很早的時候 2001年到2005年的時候 在海外成立了一個信託的一個帳戶 而且那不是只有一個喔 是好幾個帳戶 所以我們進一步了解 王文陽為什麼要當航海王 去找這些寶藏 根據這個天堂文件 天堂文件就是 這個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他們發布出來 有關避稅天堂的這些文件 根據了解 連英國女王都是這邊的客戶 台灣人有1000個 其中最大咖的就是王永慶兄弟 他們在2001到2005年密集信託 在華盛頓還有百慕達成立了五大信託 控制了台灣美國大陸私人的投資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金額大到怎麼樣 2008年底王永慶過世的時候 國稅局就官方認定 他的財產是595億 那總共最後遺產稅是交了119億 打破紀錄了 第二名就是那個王永在 對 然後境外這五大信託 現在已經知道的資產 還不是真的這個資產 是2560億 這個是什麼 海外的是國內超過4倍 所以有人講說什麼2008年 永遠其實台灣守護一直換的 其實真正的守護 永遠就只有一個人 就是王永慶 你們又把海外算進來 把海外算進來 他最多 好 那我們了解 為什麼要在海外 設這麼多的境外公司 所以他這個錢藏在海外 第一步企 境外公司把它設下去了 密集在兩個時段 1976年大概成立2家 1990到1991再成立7家 總共有9家的至少的境外公司 然後持有了5家的信託 第二步企成立了目的信託 等一下我們來採解這個部分 最終錢就藏在海外永續經營 為什麼 王永慶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在1970年代 全球有兩次的私有危機 中東的那個問題就是私有危機 所以這時候王永慶說 不可能我永遠坐下游 我要往上做輕油鏈結場 但是那時候的政府是怎麼樣 要壓抑私人的資本 不能讓這個企業越來越大 所以呢 他就受挫了 就很挫折 對不對 但是有人講說 他曾經在他的起家庭 高雄那個地方 他的廠去 有人啊 記者去訪問過 他就看了牆壁一個地圖 就講這個地圖 他說這個地圖 美國人歪 所以呢 這個重點在美國 有一天我一定要在美國闖一闖 那時候在台灣沒辦法成立 美國有機會嘛 對不對 美國比較自由 但問題 你錢可以從台灣這樣匯過去 在那個年代那個外匯都管制了 所以呢 有必要在境外公司 錢就去投資美國的這些企業 再過來 有一次事件 1990年 你知道王永慶曾經跟鄧小平密會 你知道 後來簽訂 那時候他人躲在美國 在本人簽訂 投資廈門海昌 哇 這個消息被李登輝 郝伯春知道 那時候李登輝是總統 郝伯春是行政院長 有人說 1990台灣的外匯存體 只有700多億美金 你就要拿10分之1 70億 你要去投資那海昌 結果郝伯春下了兩道精力 你敢投資海昌 台塑集團的股票凍結交易 那不得了 銀行抽你的銀根 王永慶 沒辦法 受錯了 怎麼辦 怎麼辦 回來台灣就是六欽 賣了六欽 回來台灣投資 對 但是他... 但是在台灣當時也面臨了一些困境 在包含了 不只是政府 民間的話 也不希望他在台灣 再成立這個石化廠 所以他轉而 那中國大陸那邊經濟又開始 啟蒙了 包含了這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所以他到那邊投資 理所當然 對... 其實王永慶 其實有看到中國大陸 那個經濟的前景 但是錢怎麼辦 那時候 李登輝政府是借己用人 對 不能投資 當時的政治是大於凌駕於經濟的 對 所以你不管是投資美國 投資大陸 錢都不能直接從台灣很順利的匯出來 我們那時候時空環境跟現在不同 所以王永慶就必須在海外 成立境外的公司 還有一個目的 你知道這個境外公司 有什麼 一百年兩百年 假如台塑集團持續的經營的話 雖然王永慶 失事了以後 股權都不會有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 他成立的目的信託 這很複雜 什麼叫目的信託 這有四層的架構 我們從最下面 是一個主信託 你負責持有資產 然後私人的信託公司 就是王氏的家族的結議 負責主信託投資的決策 你下面要投資什麼 我把你決策上去 第三層是目的信託 這個是重點 王永慶會規定一個限法 他的限法就說 我不管怎麼樣 這個股權你不要給我分掉 你的家族怎麼變 你這個子女怎麼變 你不要把我整個 台塑集團的股權給分掉 所以這個就是限法 現在董事長王文淵 王文曹 王瑞華 王瑞宇都是王家人 好 那為什麼要在台灣 不能台灣目的信託 台灣的目的信託 有一個嚴格的規定 你不能抵觸 民法的特流混 什麼特流混 我講王永慶是 我的配偶 我的子女 會分一部分 是 你如果是台灣 他分掉了以後 這股權就變化了 所以我在國外 用一個目的信託 不會改變 你看上面更麻煩 更複雜的 有一個委託的執行人 律師 會計師 銀行執行 這個就是天堂文件裡面的 易博律師的事務所 他發現 你假如這裡面的董事 目的信託的董事 沒有按照這個憲法決定的話 他把董事給換掉 所以這樣嚴嚴事成的架構以後 永保股權會集中 確保永續的經營 我們再看進去 這裡百慕達拉開曼 這個海外兩千多億 你看五大 我們剛才不是講五大信託 你看他多厲害 第一個 這個就是王氏家族的信託 這個設在百慕達 持有誰 台塑南亞 台化 台塑石化 哇 控制了股份對不對 大股東 再你看 這兩個 Universum 跟Venta 它也持有台塑集團的股票 好 再過來你看 Transglobal 持有什麼 持有香港的華洋投資 這個投資 中國大陸的華洋電廠 控制大陸的投資100% 這是更厲害的 New Mighty 它是設在開曼群島 它投資台塑美國的股份 73% 你知道這幾年 美國那個業員有了以後 台塑美國一年都賺台幣400億 我們再進一步看 以2016年台塑 1301這個代號的台塑 前十大的股東 你來看一下 沒有任何的上市公司 這麼樣的一個 我們說複雜的控股 而且牢牢把股權給控股 密密麻麻 對 我們先看一下 台塑這麼大的公司 最主要誰是前十大股東 台化 對不對 南亞塑膠 台塑石化 這不是交自己的公司交叉持股嗎 你持有我的股票 我持有你的股票 再過來你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第一名的最大的股東 長庚醫院 這邊是什麼 明治科技大學 這個是財團法人 對不對 這股權不會 你沒有把醫院拿下來 把學校拿下來 動不了 動不了 再過來這裡有投資公司 萬順 勤勢 這兩家就是五大信託 控制的 所以它透過三個部分 第一個 台塑集團本身的集團公司的交叉持股 再過來就是財團法人的長庚 還有明治大學 再過來就是他們五大信託的投資公司 這裡把台塑集團這樣一控制了 控制30%股錢 這30%股錢控制住了以後 外面怎麼樣 子孫要怎麼樣 去有什麼變化 股錢就不會有改變 王文雅如果要解開那個 剛剛講航海丸 對 要尋寶 要尋寶的話 你要解開那個 所謂的海外信託的那些的鑰匙的話 說實在也不是那麼容易 對 那當然是王文雅基本上 已經追蹤了大概近十年 因為王友慶2008年過世 事實上過世之後 他一直在追蹤 到目前為止2018十年了 那這個官司最新的進度 就是說很簡單 這個美國法院判說 王文雅你只有有限調查權 對 但是你沒有全部的調查權 你只能講說 我要調查哪一些 提出的證據 所以這部分 李寶珠三娘那邊的 整個海外的信託的部分 是管得緊緊的 而且這個管理人 是管得非常的頭大 但是王文雅還是在之後 我所瞭解 他 我也聽過 他為什麼要去偵查 這麼多的 這個 所謂的海外的資產 要靠誰 他找了二十幾個 美國軍情局 退下來的 CIA FBI 都是高手 這裡面有財務專家 這個是財務專家 還是真的 真的 他找了CIA 退下來的人 因為這些人 基本上有些是 作為金融犯罪的 調查的 有的是刑事犯罪 有的是了解美國 這樣的信託法裡面 剛剛蔡總提到的 目的信託 還有一個管理人 這些人都是高手 那他就是找這些人 而且在美國 現在在大陸 在各個地方 都開始追查 這09年開始追 追到現在 追要追 但是因為美國 這個是要打一個官司 所以他現在去 一定要把這個資料 拿出來之後 他要呈現出說 這個信託 五大信託裡面 到底是出現什麼問題 所以到現在還 十年下來的話 還沒有辦法解開 還沒有辦法解開 目前最新的進展 所以可見王永慶 當時的佈局 佈得非常的深 但是王永陽認為 王永慶 海外的資產 不只五千億 他認為超過一兆台幣 所以五千億 我都已經找這些人 在追查 那如果是一兆呢 繼續追下去 我找個軍團 去爭取了解一下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假設 這一場海外的官司 如果哪一天 是水落石出的話 最大的受益者 是王永陽 因為他有一張 這樣的王郭月蘭 給他的遺囑 那這張遺囑 我得到的訊息是這樣 我們先來唸一下 就是本人 就是王郭月蘭講的 膝下沒有親生子女 日常照顧撫養 全奈王文陽一個人幫忙 待我如親生母親的一般 本人甚為感念 另外一個 本人身故死亡 身後是尾由我子 王文陽處理 我子王文陽 對 所以以後所有的遺產 應得的權利 扣除上賬費用 全部贈以我子王文陽 雖然他們有一個 認養的一個 所謂的法律行為 但是這張遺囑 是非常的重要 但我這張遺囑 有一個過程非常的離奇 我記得是 王文陽那時候提到說 王永慶過世之前 在2008年之前 這一張遺囑 王郭月蘭寫的遺囑 就已經拿給他 有一天王文陽 就拿到一個 這個信封袋 牛皮紙袋裡面 然後 就是他的媽媽 就是所謂的大房 王郭月蘭 派人送給他 然後王文陽就把 這東西隨便丟在 這個抽屜裡面 沒有打開 這一張東西 曾經在抽屜裡面 躺很久 躺了半年 是王文陽過世之前 然後後來王文陽去 在2008年10月15日 過世之後 王文陽忽然想說 大媽有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忽然 就把抽屜打開 一開 裡面就這一張東西 他嚇一跳說 以前我子王文陽這樣寫 他應該很感動吧 他非常的感動 因為他後來 所有他的居家照顧 全部包括在錦州街過去 因為他以前是 跟那個大房二房的部分 其實王永慶是 跟他完全沒有關係 雖然他有很多股票 可是王永慶在過世之的 十幾年 沒有對他去做任何照顧 也沒有親自去看過他 很少 所以這一張東西 變成王文陽看到說 嚇一跳 我子王文陽 那就好了 595億的王永慶的遺產 這部分他就可以分到什麼 300億 就是600億裡面的一半 300億 但是其實 在這個王永慶過世的 當天的時候 其實對於風水這件事情的話 就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尤其是當時他這個 要下葬的一個地點 到底應該怎麼葬 到底未來要不要合葬 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就有很多的說法 甚至大房跟二房跟三房的話 其實都存在了不一樣的一個想法在 其中還有一個 就是有關於這個 風水寶地 它的座向的位置 到底是應該朝幾度呢 每一個人說法都不一樣 對 其實我在沒有信基督教之前 在讀書的時候 就對風水這塊很有興趣 以前有跟著很多的老師到處去看 台北有幾座整個比較特別的風水寶地 例如說像王永慶先生的阿公阿嬤 他們是在巴黎的龍行上面 那個叫山江會水 很多人去看過都覺得說 那個真的是好壯觀 就是在巴黎 然後面對著整個三條江就這樣進來 然後在那邊會流之後 從巴黎轉到淡水出去 那個是他的阿公阿嬤埋葬的地方 然後後來進階一點的 他們就會去看到 王永慶先生的爸爸跟媽媽 他的爸爸跟媽媽 他們是葬在整個陽明山上面的 一個叫做麒麟穴 那個麒麟穴是王長庚先生 跟王山漾女士他們合葬的一個地方 所以後來王永慶先生 因為王永慶先生 本來大家都想說 他應該可以活到一百多歲 怎麼會到整個紐澤西 晚上喝了兩杯酒 然後突然一口坦卡住了 然後就死掉了 其實這個是大家意想不到的 然後回來之後 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其實是同關運回來 運回來的時候 本來是要先找棺材 那棺材的時候 台灣的長輩人 他們在老年的時候 很多人會幫自己先準備棺 也會準備財 就先準備好 所以其實那一塊 Kinoki 那一塊塊木 是王永慶先生先準備的 王永慶先生 因為王永慶先生 他一直想說 我自己先穿就好 結果王永慶先生那時候還在 我還記得那時候 王永慶先生他在出病的時候 那個王永慶先生哭的 那時候現場轉播 真的就聽到那個 哎呀 哎呀 眼淚一直流 就看到一個老人家 這樣流眼淚 真的是覺得都非常非常的心痛 那後面我們來看 這有幾個大打風水戰 為什麼他大打風水戰 其實李寶珠女士心中 我認為他長久以來 一直有一個遺憾 他沒有生男生 他就是全家都是女生 然後後面的話 王永慶先生 他就是希望坐東朝西75.1度 這個75.1度是有眉角的 為什麼 因為王永慶先生是1951年出生的 他這個抓75.1度是在哪邊呢 第一個 利經商 利財 就利經商跟利財 他就說我們家就有錢 有錢這個利經商跟利財 這個是最好的 然後要避掉 要避開整個所謂的電線電纜 因為南亞科學園區那一代的話 因為那塊地他們全部都包起來了 那塊地他們風水是叫殘竹穴 那我們就是把殘竹穴再拉開 旁邊有很多的電線高壓電線塔 他就要全部避開 他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我這個角度對出去 從整個王永慶先生的墓 對出去之後 是跟他的爸爸媽媽的墓 拉成一條線 就跟整個台北的一個七星山 陽明山上面的是拉成一條線的 但是就李寶珠女士 他們要的是叫做南朝北的18度 那這個做南朝北18度 有幾個重要 第一個 利南丁 再來 利文官體制 也就是說他們不只要現在有錢 他們還希望說將來有小孩 如果能夠入朝為政為官 這個是他的一個想法 但是最後王文陽先生全部的獲勝了 因為就是走到75.1度 那這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一個 例如說台灣的有錢人 他們在下葬一定要在早上 蓄日東升 絕對不會過中午 因為我們認為太陽是能量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來源 你不能夠讓太陽下山了之後 再去做整個所謂的下葬 可是王永慶先生的話 他是晚上 接近下午的晚上 晚上是絕對不行的 下午3點15分才入土 那為什麼 因為那個風水師他就說 因為你們那個家獨一直紛爭 所以我們要負負得正 那怎麼負負得正呢 第一個 我們就在太陽快下山之前的 最後一個時程 3點到5點 就是太陽要下山前的最後一個時程 然後最後面他們還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他們用了不惜重金 去找了一個300年的加冬樹 加冬樹 加冬 加… 就是希望把整個所謂的家族裡面的 紛爭把它剪開 所以在太陽快下山的時候去剪 把這個家族當中所有的一個紛爭 把它剪開 你說加冬樹是幹嘛用的 加冬樹就是破煞 加冬樹要種在那裡嗎 就是種在整個木的旁邊 就是讓它富富得正 化解冤仇 種在木屑那裡 種在木屑的旁邊 讓它去做 就是能夠讓後面去化解 這些所謂的紛爭 那後面還有其實很多 很美感的一個地方 因為王永慶先生 大家因為以前 其實古代 現在大概比較沒有了 過去的人陪葬 會陪葬一些好東西 可是王永慶先生 他在整個入土為安的過程當中 他的整個所謂的棺木當中 放的東西很簡單 他放三套西裝 放一套縫衣 放他的辦公的所有需要的原資筆 一些他以前用的一個報告 他重點當中 有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有一個筆記本 這個筆記本 是他以前寫事情 我有什麼時候 我該做什麼事情 其實王永慶先生 有一個令大家非常佩服的 就是過去那個老一代的記者 都知道 像我們算是比較 我們已經快50歲了 算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他們就說過 王永慶先生 其實在台塑集團當中的辦公室 每天早上2點到3點固定打亮 也就是說王永慶先生 他可能早早就睡了 然後一大早起來 就在他的辦公室當中辦公 這個是其實 讓所有的老一代的記者 像我們這一代 我們已經是大概20幾年前 就已經知道這個消息 他就說那個辦公室就是家 家就是辦公室 因為樓上就是他們的辦公室 對 樓上就是他們家 他下來就到辦公室 底下就到辦公室 那我們再看 就是說他這個棺木 中國的有錢人其實很 一定是有錢才會信風水 因為你沒錢也沒辦法信 像現在土葬那麼貴對不對 他這個棺木 紅木的 就台灣人說的最好的樓下 1.6噸重 24個人 24個人 那這個24個人是有沒格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媽媽那時候 台官就是24個人 所以他不能夠超過他媽媽的一個禮 所以就24個人 我們就可以想到說 這個這麼龐大的一個家族 身價單單在台灣 看得到的都已經幾兆了 海外又是多少錢 又是多少錢的 其實他們對於整個風水 對於整個身後這一塊 其實他們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不過到現在為止的話 你再重新去看的時候 大概台灣歷史以來的後葬 大概從王永慶這邊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的一個儀式的話 是遵循古法這樣子下去辦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他們其實算是非常傳統的一個家族 那麼他們過去早期的時候 經營米店這樣一路的上來 跟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這樣子 一路的上來 最後面他們一個落腳的一個 這個總部的話 就是位在這個敦化北路這個地方 那敦化北路這個位置的話 聽說當時的話 也是有風水的一個考量 那麼現在都更的情況之下的話 很有可能台塑的這個總部的話 很有可能要把它拆除掉 今天這個柯代書特別把他們的 這個台塑總部要規劃之後的新的一個 台塑總部的一個圖示呢 拿到我們節目現場 來 我們請柯代書來告訴我們大家 帶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一旦台塑的總部 一旦這一個都更完以後呢 他們要重新建起的一個 三棟大樓的分配到底是如何 他現在就是了 這個是落到別路 對 這邊一棟 辦公大樓 這邊一棟 辦公大樓 然後這邊是住家 住宅區 住宅區 住宅區下面又有一些 提供一些做公共設施的 是 也可以在這邊辦活動 也可以在那邊拿麥克 在那邊唱歌什麼的 等於整個就開闊了 這個住宅有什麼用 對不對 有相左的那個意味在裡面 是 這個住宅活動 這個也沒有什麼圍裡 你看都是樹木這樣圍起來 這怎麼適合 適合這個呢 可是他們就以為說 我們可以蓋22樓嘛 16樓以上都是大面積的 我們想要也是沒有用 你說我們可以要七八十坪的 七八十坪再扣一扣 想一想 有錢的人可以跟你買這個房子嗎 所以你現在分配到的是 辦公區塊是不是 辦公大樓 我到最後沒有辦法 因為我認為六七十坪再扣外公公車 是這個一點點嘛 有錢的人 怎麼這是什麼豪宅啊 對不對 而且你又那麼低 下面有什麼活動 並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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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這個沒有圍裡 這個不是圍牆圍起來 開放式的 開放式的 開放式的嘛 開放式的嘛 所以這個住宅 我也覺得不宜了 所以我到最後沒有辦法 我選什麼呢 說這個是 這個地方是可以做那個店面 這兩個都是店面 我就沒有辦法 就只要選這個 你可以選到店面 這個地方怎麼可以做 蹲到比如說在這邊 這邊在裡面 而且又離得這麼遠 做什麼店面 而且它其實是巷子裡 在巷子裡面嘛 在這個基地的裡面 還到什麼去 等於蓋好的新的總部 這個大樓的規劃其實 前面這是進監會的 沒有像以前那麼有特色了對不對 進監會沒有什麼人嘛 這個大家做起來很困難 柯代書呢 現在目前都更前 現在目前持有的 在台座總部裡面 有一個11樓 11樓對不對 然後是77.56坪 那如果換算下來的話 如果以附近大樓的一個成交行情 70萬 一坪70萬來算的話 現在的市值的話 大約將近5429萬 那麼都更的成本的話 是哪邊 3261萬 這是哪裡來的 這個呢就是 他們現在如果要 一旦要拆掉的話 柯先生他必須要先付出 3000多萬 對 那要換什麼 換這一間房子 這個呢 本來是77.56坪的話 容積獎勵換算下來的話 那這個柯代書的話 它可以換到104坪 看起來好像增加了 看起來增加了 它的總市值呢 可能會1億3316萬 但是公設比有37.5% 對 這個換算下來 這個1億3000多 後面加一個人 應該會更多 買房子 是要買 如果在決定價值 說要價值 不是 你現在僱多少 要僱多少還不容易 我叫僱家公司僱多少 就僱多少 你相信不相信 你叫三樓來 叫一百樓來的一樣 但是柯代書 如果這樣子差起來 有四千六百多萬 他們三千 都差不多嘛 你要看工程在競標 是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可是差起來有四千六百多萬 好像還可以 對啊 你一百二十萬 你有沒有看我 我跟妳講 現在 我在那個 民權動物三段 一百四十四號 我有一個辦公室 我都沒有用了 現在沒去 就拚了 現在沒什麼房子 要做什麼 你能夠做什麼 我跟妳講 現在想得那麼好 有辦法 沒有辦法就是沒有辦法 你要到哪個地方打天下 不一樣了 你以為 所以即便這一邊的話 你未來都更以後 你的價值更高 可能搞不好 你就可以直接 賺了將近五千萬的話 你還是不願意都更是不是 我買這個房子 我不在於說可以賺多少錢 如果說每個人都說 因為都更以後 你就可以賣了 大家都都是因為這個 政府就叫你不要賣 什麼事 這個東西都賣來賣去 對不對 你一不是在炒地皮 一不是在幹嘛 我們就有一個穩定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我想像下個月有 有時候也不是更好 對不對 而且我的小孩也不是 每個人小孩都擔心 他們未來的生活 對不對 有一個很穩定 留給他們 我現在要馬上 要交了三千多萬 會變成負債了 你這個都更的成本 他未必還拿得出 對啊 三千多萬 你這要怎麼 來 我現在 這不是只有三千多萬 我算他要去四年 我現在租給人家 或是我現在自己當辦公室都一樣 我還要去找辦公室還要租 先搬 然後你交房子交給我 我再去找人家進來 進來都是在那邊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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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等大家要進去再來租 這個時間是很長的 還要裝潢時間 很多人都不願意說 還要去抓抓抓抓抓 等到差不多以後 人家要來租 我現在算四年半就好了 就要四千萬 四千萬 我算一算 要二十八年再稍微來 我五開後 有那麼多青春 我甚至我的小孩 我帶給他們變成負債 你今年幾歲 我可以問嗎 你今年幾歲 我現在七十五歲了 還能活多久 是 二十八年大概這樣 對啦 我不管怎麼樣 我說資格就留給負債 我現在不是講我 我不是為了我自己的那個 子孫啦 未來我們台北市很多都更都有 像我就很情況 是 如果以現在的融機率來講 我跟你講很難開花 我可以這樣講 你現在那個七十七點五六坪的空間 現在是出租出去 還是自己在使用辦公室啊 我的 我已經買了十幾年了 我都沒有掌過一毛錢 都租出去 我都租出去 我都沒有跟他們掌過一毛錢 所以這個台塑集團總部 這棟大樓 還有這個重建都更案呢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小地主 要對上這個大地主的這些 都更負擔之外呢 其實還有很多的經驗在裡頭 包括了這棟大樓 它到底能不能 到底適不適合 有沒有必要性 要去進行這個重建呢 另外還有就是 都市更新處 奇怪了 怎麼好像前後的判決 不太一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稍後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全南事務所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這個 台塑大樓 它到底是不是有必要要重建 牽扯到一些 就是小地主要對上大地主 這樣的一個狀況 小地主要負擔的錢 真的非常非常多 我們這個案子 光工程會 光營造會就有133億 它的會員包括工程會 光拆除會就有114 就要1億多 1億1000多萬 工程會 其他我比較細的 我就不講這個了 第一個 負擔工程會 第二個 權利變換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 就付掉 付5000多 那到底付到這麼多錢 之後的利益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 營業稅 印花稅 還要付1億多 台塑建設公司的管理費用 它要給你幾個家總 第一個工程會用 第二個權利變換費用 第三個是 血菌總額的10% 所以它可以拿到14億 它裡面 我聽說 我大概也進去看了 大概五六個月而已 可以做到這樣 真的 可以做到這樣 你願意不願意做 那它工增完以後的費 它要加這三個加總起來 利益呢 加總起來 要給它賺10%就對了 要給它賺10%就對了 所以幾個月 要給它賺10% 這個要給它賺10% 不過這邊還有一個爭議 是說一早人說 你之前在這個 107年7月21號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他們申請這個 要重建的時候 用都市更新條例 申請重建的時候 其實都發數是退建的啊 用都市更新條例 申請重建的時候 其實都發數是退建的啊 那後來為什麼到了 今年的10月6號 又通過了呢 到底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原先 因為這個就是它沒在操作 我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想 我們所知道 聽到的 因為這個 這個跟公共建設 是沒有相關的 是 所以就被它退回來 所以那時候7月21號 是退建的 都已經完成開花了嘛 可以不用重建 可以不用重建 7月是這樣講的 退建了以後 人家都說 這就是基本上 政府在加的嘛 就叫它去捐灌一些公司 現在三個月了 到了10月份 對 這必須要重建 這可以重建的 對 就是說 我們可以捐一些的房子出來 還有初衛出來 就說這個對公益有那個 又具有公益性嘛 是 我聽的是這樣 但是我想說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可以申請 實施該地區的都市更新條 對 所以是根據這一條 也是這個 都市更新條裡頭 那時候都發起通過的 對 對 是根據這一條 但是原本其實 如果你們按照這個 你們之前提供的 這第六條 其實它必須要發生什麼 戰爭 火災 風災 才能夠進出什麼 對 5 你好 rabbit 你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